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线下教学的真实的案例 这个孩子就住在我们家楼上 当时呢他是上初一了 属于那种各科成绩都不好 对学习感到很失望 对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信心的了 那他的父母就很焦虑 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到了我这里 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孩子能把英语学好 那我和他沟通了一下 发现他并不是不想去努力 而是真的落后的太多了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努力 于是我和他的父母就商量 咱们先提升英语和数学 那在此期间呢 我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教起 教他自然拼读音标 还有同时学习我们的新概念 每天的学习两个小时 将新概念一学完了两轮 在期末时候 他的成绩已经能够稳定在110分左右了 数学呢也能够考到了100分以上了 主要的两个科目提升上来了 孩子也开始有了学习的动力了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 他的各个科目都已经提升了上来 最终呢也是压着分数线进入了重点高中 现在呀 贾老师将这些课程的内容 全都整合到了我的四合一课程里边了 我的课程里边 它包括了自然拼读 音标 发音技巧语法等所有的知识 每节课都是由老师督促着你去学习 让你能够循序建计的掌握每一个知识点和方法 课后呢 咱们还会有一个一对一老师的答疑 揪音和解惑 你就是零基础的 咱也能学会 如果你们对我的课程还有什么疑问 每天早上了八点来我的直播间吧 咱们给你们�kaa 谢谢观看